接下来看到今天台湾新闻焦点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会计法修正案 但是条文漏了较字 立法瑕疵掀其舆论关注 今天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对此鞠躬道歉 并在下午时间拜会 请政院长江仪化 希望政院提出复议 不过政院表示 愿意用韩式的做法解套 但不会提复议 向社会大众表示歉意 会计法修法乌龙引发外界抨击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为立院同党同志公开道歉 同天下午也突起拜访行政院长江仪化 希望政院提复议 并主张公款私用不应除罪 社会所最不能看到的 明代花费花酒就不会放出来 而现在行政院长正在关键的位置上 可以做一关键的行动 即使是明代的部分 我们也要谨守公款公用的原则 所以要呼应马英九总统 告诉我们的行政院 按照法律规定 在十天内齐齐复议 民进党反对释放涉入花酒案的 前立委言清彪 日前修正通过的会计法 就被称为言清彪条款 扩大特别费处罪化范围 让明代学界都适用 不过出现立法瑕疵 少了一个教字 是不是保护明代排除大学教授 行政院长江仪化 六日上广播节目是澄清 这是真的是疏漏字 就算是这样子 不是外界以为说 故意把那个字拿掉 然后怎么 其实你去看 当时各个版本的立法说明 立法意志 确实很清楚 都是写大学教授 跟研究机构人员 现在来讲 我们并没有 会走这个所谓 行政院复议的途径 江仪化强调 对于文字物质的疏漏 希望用行政经济成本低的方式解决 必要时会透过主管机关的韩式平息争议 但政院不会提复议 新唐人亚特剑市 政治新闻中心 台湾台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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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